精品瓷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 由于它们的独特性和稀缺性 它们往往被视为奢侈品 以下是一些原因 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精品瓷器如此昂贵 第一 材料 精品瓷器通常有高质量的瓷土 石鹰 长石和石灰石制成 这些材料本身就很昂贵 而且需要经过多次人工操作的加工和筛选 才能得到适合制作瓷器的材料 其中瓷土是精品瓷器制作的关键材料之一 它需要经过多次筛选和加工 制作出高质量的瓷土 这些材料在古代的生产环境下很难获得 因此价格昂贵 也是精品瓷器如此昂贵的原因之一 第二 制作工艺 制作精品瓷器需要经验丰富的工匠 它们的技能和工艺传承自数百年前的中国古代 制作工艺包括高温烧制 手工雕刻和手绘图案等多种技术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其中的高温烧制是制作精品瓷器的关键过程之一 需要严格的温度控制和烧制时间 使得瓷器具有坚硬的质地和细腻的质感 由于这些制作工艺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制作精品瓷器的工匠数量非常有限 使得精品瓷器成为稀缺的物品 第三 稀缺性 由于制作精品瓷器的工艺需要高超的技能和经验 制作出的瓷器数量很少 此外 由于制作过程中的一些不可控因素 例如摇炉火候 瓷土质量等 导致只有一小部分瓷器达到了高品质的标准 因此精品瓷器的数量非常有限 使它们成为稀缺的物品 这种稀缺性也是精品瓷器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第四 文化价值 精品瓷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 它们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这些瓷器通常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被视为国家的珍贵文化财富 因此它们的价格也受到了文化价值的影响 另外 由于精品瓷器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因此它们也受到了文化保护的影响 为了保护这些文化遗产 政府和文化机构对精品瓷器的流通和交易 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和管理 也为精品瓷器的价格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第五 市场需求 由于精品瓷器的独特性和稀缺性 它们往往被视为奢侈品 受到收藏家和富豪们的追捧 这种市场需求使得精品瓷器的价格居高不下 此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追求文化和艺术品 也为精品瓷器市场需求的增加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的精品瓷器之所以如此昂贵 是由于它们的材料 制作工艺 稀缺性 文化价值和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 使得精品瓷器价格居高不下 也使得它们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